好,那么大概呢,我们说一下,上午我们讲了一些新的东西啊,上午的话,是要我们把这个Photoshop开了个头,是吧,Photoshop开了个头的话,那么主要是讲了一个什么呢,我们关于Photoshop,Photoshop这个软件是什么,它是处理图片的吧,啊,它是处理图片的一个软件啊,也是设计师首选的一个软件啊,那么的话,既然是处理图片的话,那么我们要针对图片做一个了解吧, 是吧,我们的图片的话,也是我们网页制作中,网页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什么,主要的原料吧,是吧,我们做网页啊,主要是文字加图片啊,那么图片的话,主要是图片有类型,是吧,图片的类型的话,主要是按照格式来划分的,是吧,不同的格式的图片的话,有不同的特性,啊,首先呢,我们上午说的是一个关于这个PSD格式,PSD这个格式的话,它是Photoshop的专有格式,是吧, 专有格式这种图片的话,它是怎么样呢,它的特征是什么呢,就是有一个图层的一个特征,是吧,它带图层的,它方便编辑啊,然后的话,它可以保存完整的图像的一些数据啊,这些,那么这样的话,就导致它的什么呢,这个容量是比较大的啊,容量是比较大的啊,然后的话,这个图片的话,它怎么样呢,它应用范围比较窄, 因为它怎么样呢,它带有这些信息的话,容量比较大啊,所以它这种特殊的格式的话,只能应用于什么呢,应用于我们的Photoshop,或者一些视频编辑软件啊,会用到这个PSD格式,那么这种格式的话,是不能用在我们网页上的啊,这是关于这个PSD格式的啊, 那么还有一种格式,就是这个JPG格式,JPG格式的话,就是我们网页制作,还有日常的什么呢,我们的照相啊,或者是什么,呃,是吧,日常照相里面常用的一种格式,叫什么,JPG,是吧,JPG这种格式的话,它是什么呢,它是一种有损压缩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它为了让图像容量变小啊,它会什么,在压缩的时候扔掉一部分颜色数据,是吧,我们说这个数据是会占, 占容量了嘛,它会扔掉一部分颜色数据,那么的话,让这个图像什么,容量变小吧,那么这样扔掉数据的时候,容量变小的话,怎么样,会让它图像失真,但是的话,它的压缩效率非常高,是这样的啊,我们八十多K的图片可以压到四十K,还可以压到二十K,是这样的啊,甚至压到了四分之一,是这样的,相当于是,啊,那么这种图片的话怎么样,它又不支持什么,它的缺点是什么,不支持透明背景,是吧,然后的话,它又不准自动 动画,但是这种图像的话,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图像啊,JPG,啊,接着我们说这个GIF和PNG的话,实际上是两种类似的,但是的话,PNG的这个的话,它是什么呢,它支持透明背景,啊,而且的话,它怎么样,它的边缘是光滑的,是吧,透明背景的边缘是光滑的,啊, 啊,但是GIF的话,它也支持透明背景,但是它的边缘不光滑,是吧,PNG是支持半透明,但是 GIF是不支持半透明,是吧,那么的话,GIF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,它可以做动画,啊,它可以做小动画,是吧,那么的话,我们的PNG是不能做动画的,啊,这是它们的一个 类似的,以及区别的地方,啊,那么这JPG,GF,PNG,实际上这三种是网页最常用的三种格式,啊,三种格式,好,那么我们说到WebP的话,这种格式的话,WebP这种格式怎么样呢,是可能未来要用的一种格式,啊,目前的话因为不兼容其他的浏览器,是吧,只是支持部分浏览器,所以说怎么样呢,就目前还没有大量的使用,啊,它和JPG类似,啊,我们说的这几种格式的话, 都是什么呢,都是属于位图,或者叫点正图,是由像素点组成的,是不是这样的,啊,啊,那么还说了一,两种格式的话,就是关于这个 矢量图格式,那么还有一种矢量图格式是什么呢,就是SVG这种格式,啊,SVG这种格式,啊,SVG这种格式,啊,是一种矢量图,矢量图有什么特点呢,就是 图像放大不失真,啊,就是可以任意放大缩小,啊,因为它的组成原理,和这个点正图的组成原理不一样,啊, 点正图的话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,无数的像素点,一个个拼一个组成的,是吧,那么数量图的话是由什么,一些数学曲线,啊,我们学过那个什么函数吧,函数曲线吧,是吧,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公司会画一条曲线呢,比如说画一个抛物线呢,画一个圆,是不是,啊, 那么它是用那种原理来描述一个什么图形的,那么那种描述的话怎么样呢,我们如果把图像放大的话,它这样加一个参数就可以了,是不是,可以放大,啊,那么的话,它就放大不失真,啊,放大不失真,啊,那么的话,它又支持什么,半透明和什么呢,呃,透明背景和半透明的色产,是吧, 它的边缘是非常光滑的,啊,边缘非常光滑,啊,那么的话,它的缺点是什么呢,它的色彩不够丰富,因为它里面的颜色是什么呢,是大块大块的颜色,不像我们的点正图是什么呢,一个小方块是一个颜色吧,是吧,所以说它没有这个点正图的色彩丰富,啊,所以说没有一个什么呢,很好的图像,什么,什么优点都有,是吧, 那么每个图像都有自己的什么呢,它的一个特点,是吧,啊,那么就,什么,按照这个特点去选它的这个格式,啊, 好,最后一个是关于flash格式的,这种格式的话,什么,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,是吧,那么我们可能在一些以前的网站上会看到这种格式,啊, 目前的话,大家只要了解一下有这种格式就行了,啊,这种格式的话是死量的,而且它怎么呢,可以做动画,还可以在里面,还可以写什么,写程序编程,是吧, 还可以什么,做游戏,啊,这种格式,啊,那目前呢,已经基本上没有用的,啊,没有用这种格式了, 那么的话,我们根据这些图像的特点的话,怎么样呢,就是总结了一下,就是说我们在网页制作的时候, 一种什么样的,什么选择图像的这种规则呢,是吧,那么两个规则,一种是什么,大幅面图像的话, 如果说这个图像,它不使用透明背景,那么我们就用jpg,是吧, 如果使用透明背景的话,或者半透明,是吧,我们就使用png,是吧, 小图片,或者是图标,图标也是图片嘛,那么如果含多种颜色,啊, 含多种颜色的话,怎么样,我们可以使用gif或者png,是吧, 那么gif有时候有句子的话,我们看得不舒服了,我们怎么样,就用png, 是吧,那么的话,如果图片是单色,是吧,单色和这个多种颜色不一样,是吧, 单色的话就是说,因为svg不只是多种颜色,是吧,它的色彩不够丰富,啊, 如果是单色,而且什么呢,要求有很好的写字效果,比如说并要很光滑, 是不是这样呢,我们就可以用svg,啊,那么的话,如果图片是动画的话,怎么样, 我们还得使用什么gif,是吧,那目前的话,只能用gif了, 好,这是关于图片的格式的一些知识,啊,我们了解这些特点的话,方便我们选择我们需要的图片, 是这样的,好,那么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hotoshop的一个什么, 一些操作技巧,啊,我们学photoshop的话,就是为了一个是什么呢,方便我们跟前探工程师进行沟通,啊, 另外一点的话,我们主要是借助photoshop这个软件怎么样呢,我们来什么呢,辅助我们做这个页面的开发,是吧,啊,好, 好,那么我们这次讲的photoshop的话,主要是这个版本,啊,4S6的版本,啊,4S6的版本,好, 好,那么上午的话,我们也说到了关于photoshop的什么呢,关于文件的图片格式的转换与压缩吧,是吧,我们上午讲到了,啊, 那么我们主要是什么,用这个文件存储为外部手用格式,是吧,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格式以及压缩比例吧,是吧,啊, 那么就是这个,是吧,文件存储为外部手用格式,是吧,好,好,那么下面的话,我们就开始熟悉这个photoshop的一些基本操作,啊, 好,首先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photoshop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面的一个知识,啊,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,那么photoshop的话,嗯,首先来看一下这个photoshop,啊,再打开photoshop, 然后photoshop再看一下,这个上面这一块,是吧,上面这个就是photoshop的菜单,是这样的,啊,啊, 我们软件的话一般都有菜单,啊,菜单的使用的话,那么都是类似的,是吧, 那么像这个菜单的话,一般什么呢,比如说我们可以类比着其他软件来学,比如说, 学什么呢,学比如说我们的subline,啊,或者word,啊,是不是这样的,啊, 那么的话,比如说这个文件菜单都有什么呢,打开文件嘛, 然后存储吧,是不是这样的,是不是都有这些命令,啊,是吧,还有什么,关闭啊, 是不是这样的,啊,好,这是关于,比如说编辑里面是不是都有,应该都有复制粘贴,啊, 这些命令,是不是这样的,啊,这不是拷贝和粘贴,啊,是不是这样的,啊,好, 那么的话,比如说这个窗口里面有什么呢,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些, 工具的窗口吧,啊,像这些菜单,啊,好,这些菜单是什么呢, 是一些什么呢,通用的一些菜单,啊,好,其他菜单的话, 那么我们其他菜单怎么样呢,实际上是我们photoshop里面的一些操作, 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菜单来解决,啊,来选择,是吧, 通过菜单来执行所有的命令,啊,好,这是关于一些菜单的一些操作,啊, 好,那么菜单的话好理解,啊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两块,啊, 下面这两块,这个是什么呢,这个是工具属性栏,啊,这个叫工具属性栏, 工具属性栏的话,它是怎么呢,它是配合着工具一起使用的,啊, 下面这块是工具栏,它们两个是配合使用的,记得,啊,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是我们操作中经常用的,啊, 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,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工具,啊, 什么选一个工具呢,就是点一个工具吧, 这个工具这个上面是不是会变呢,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变了,是吧, 比如说这个是移动选择工具,啊,好, 比方说我在选第二工具的时候,这个上面是不是又变了, 是不是这样的,啊,这个工具属性栏的话, 和工具一起配合使用,它是对工具的一些什么, 设置吧,那么他们两个配合的话, 什么,让工具有更多的功能,是不是这样的,啊, 这是工具属性栏,就是说我选一个工具的话, 对应的这个工具属性栏会变的,啊, 比如说点这个,是不是又变了,啊, 它是对这个当写这个工具怎么样, 当写工具的一个设置,啊,记得, 那么他们两个是配合使用的,是吧, 好,那么这个工具栏呢,就是我们常用的工具,啊, 常用的就是最常用的一些操作, 就在这个工具栏上面,是吧, 常用工具栏在这个上面,啊,好, 好,那么接下来的话,那么这一块是什么呢, 是什么我们的绘图区域吧,绘图区域,啊, 编辑或者绘图,是吧,我们可以编辑图像,是吧, 那么编辑图像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,叫PS,是吧, 把这张图给我PS一下,是这样的,啊, 那么就叫PS,是吧,啊,好, 那么这个的话,我们也可以什么, 新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图, 然后画我们的图吧,是这样的,啊, 这是绘图编辑区域,啊, 那么右边这一块,啊,右边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, 是一些,啊,工具面板, 这个工具面板的话, 我们如果说没有的话怎么样呢, 我们可以什么,通过窗口打开,是吧, 比如说我把这个, 这些面板,比如说这个图层面板,啊,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面板,啊, 如果说我把它关掉了,啊, 刚刚我的操作是什么呢, 就是放到上面把它拖出来, 看着没有,是不是可以拖出来啊, 出来说假如说我把它关掉了, 关掉是不是没有了, 没有之后我想把它拿出来怎么样呢, 通过这个窗口什么, 然后是把呢,什么, 把这个图层面板把它打开吧, 点一下是不是打开了, 打开完之后我再把它拖回到这个地方来, 这个是不是有图层面板呢,啊, 没有,拖过去啊,拖到这里来, 是放到这里来的, 这是有图层面板呢, 好,这些面板啊, 这边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, 去到窗口里面怎么样, 把它打开,啊,打开, 比如说这个通道,是吧, 好, 打开,啊,这是关于这个, 这个基本的一些什么呢, 基本的一些这个, 这个界面的一些知识啊, 那么大概界面就这么多啊, 好,接下来的话, 我们来打开一张图, 然后讲一下这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啊, 那么还是打开上午的那个, 打文件,是吧, 打开,是吧, 这个, 呃, 前当课程资源里面有这个图片资源, PSD,啊, 把这个什么呢, login给它打开啊, login.psd,啊, 大家记得不要把JPG打开了啊, JPG打开就没图层了啊, login.psd打开, 是吧, 好,打开完之后,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基本的操作啊, 一些基本操作, 有些什么操作呢, 看一下啊, 首先的话,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基本操作, 一个是关于这个图像的什么, 平移, 图像的放缩和平移, 是吧, 那么放缩工具和平移工具啊, 好,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缩工具, 放缩工具是干嘛的呢, 就是把图像进行什么, 整体的放大缩小, 啊, 放大缩小, 大家记得这个放大缩小是什么, 是图像显示上的放大缩小, 图像本身没有放大缩小, 知道吧, 就是相当于是用放大镜去看一个图像啊, 那么这个工具在这里, 是吧, 在这里啊, 大家看一下, 在这个放大镜是吧, 这是不是有个放大镜呢, 啊, 这个工具啊, 好, 点这个工具的话, 点完之后, 然后在图像上面点击, 或者推, 是不是就放大了, 是吧, 推就放大啊, 然后什么, 往下面, 往下面拉, 往下面, 往下面推的话就什么, 就缩小吧, 这样往上推是放大, 往下面推是缩小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啊, 好, 这是这个放大和缩小啊, 好, 点击的话也可以放大, 点击的话也可以放大, 然后的话, 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 这个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选择项啊, 是吧, 好, 那么的话, 默认是放大的这个按钮, 点这个缩小按钮是不是怎么样, 是不是点击就缩小啊, 是吧, 好, 点它, 然后点这种放大啊, 好, 这是关于放大缩小, 是吧, 那么我们经常怎么样, 会把图像放大, 放为我们编辑吧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啊, 好, 就是放大缩小啊, 好, 那么放大缩小的话, 还有快捷键, 快捷键是什么呢, 就是按Ctrl这个加号啊, Ctrl加键盘的加号是放大, 是吧, 键盘的加号是放大啊, 按Ctrl, 然后是什么呢, 键盘的减号就是缩小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键盘的减号是缩小啊, 好, 大家的话就是可以跟着一起操作啊, 这个操作性比较强啊, 大家尽量的一起操作啊, 然后把这些操作都掌握了啊, 这是基本功, 这东西都是基本功啊, 好, Ctrl键加号是放大, Ctrl键减号是缩小啊, 好, 那么的话, 这是关于快捷键盘, 以及这两个的用法, 是吧, 那么的话, 还有一个用法就是什么呢, 我们双击这个放大镜, 双击这个放大镜的图标怎么样, 那么图像就按照百分之百显示, 没有没有, 假如我双击它, 它是不是按照百分之百显示啊, 好像没变是吧, 假如我把它放大了啊, 再双击它, 它是不是怎么样, 这就是它真实的大小啊, 这个图像真实就这么大, 这是百分之百显示啊, 百分之百显示, 好, 比如说我们再把它放大, 或者把它缩小是吧, 缩小的话, 再双击它, 那么它是不是放百分之百显示啊, 这是按照真实大显示啊, 好, 那么的话, 大家看一下, 我好像这个工具变成的手是吧, 好, 那么和这个放大镜有一个配合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呢, 这个手的工具啊, 这个手的工具是什么呢, 就是什么, 就是平移工具吧, 平移工具啊, 平移工具呢是什么呢, 就是我们可以什么呢, 在放大的时候看某一块区域怎么样, 需要用平移工具吧, 那么平移工具的话可以点这个什么手吧, 点这个手怎么样, 是不是可以平移它, 平移它啊, 好, 那么这个平移工具的话, 我们一般的话是不这么用啊, 不这么用, 平移工具有一个, 还有一个很好的用的这个特点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放大的时候, 或者是其他工具的时候, 记得啊, 假如说我们不是在这个工具的时候, 我们想切换到平移工具, 假如说我放大了是吧, 放大完之后我想看其他地方啊, 大家记得啊, 按住键盘的这个控格键不放, 这个是不是变成手了, 变成手了吧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自动变成手了是吧,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平移啊, 然后松开这个键盘, 是不是这样的又变成放大镜了吧, 这个就非常好用啊, 我们在其他工具的时候, 然后用什么呢, 按键盘的控格键就变成手是吧, 那么松开怎么样, 就什么呢, 又变成其他工具了啊, 好, 就是切换, 比如说切换手是吧, 那么按键盘的控格键, 按着不放就是手啊, 松开之后怎么样, 又是其他的工具啊, 好, 这是关于这个平移工具啊, 平移工具, 好, 那么平移工具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, 还有一个, 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, 就是我们在双击这个手的时候啊, 会出现一个, 比如说双击一个手啊, 双击这个手的时候怎么样, 双击他的手怎么样, 图像以什么, 最大的图像适配到这个窗口里面来, 明白没有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我双击放大地是什么, 百分之百显示吧, 双击手是怎么样, 图像以最大的这个大小适配到这个当前窗口, 这个意思啊, 就是适配, 就是百分, 按照什么, 这个窗口的最大适配到这个窗口, 那么这个时候图像不是百分之百显示吧, 他只是说想全部显示完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全部显示完来显示我们的这个图像啊, 方便我们看这个图像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方便我们看这个图像啊, 好, 这两个操作是经常用的, 是吧, 经常用的啊, 比如说放大, 放大完之后, 我想看一下图像的某一块区域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某一块区域啊, 好, 这就是关于这个图像的一些操作啊, 好, 这两个操作是经常用的啊, 好, 双击手啊, 看整体的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好, 那么接下来的话,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, 再看一下一些操作啊, 什么操作啊, 比如说再来看一下, 比如说这个, 这个操作是什么呢, 好,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图像是什么, 是已有的图像吧, 已有的图像啊, 那么如何做我们自己的图像呢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图像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好, 那么怎么做呢, 就点什么, 文件吧, 文件啊, 新建一个图像啊, 新建一个图像, 好, 新建一个图像的话, 那么这里面是图像的名称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那么接着的话是下面这块地方啊, 是什么呢, 就是图像的宽和高啊, 那么的话我们图像一般是按照像素来命名的啊, 大家可能有人这个地方是厘米啊, 大家记得把它调成像素啊, 像素, 如果是厘米的话就非常大了啊, 大家如果来新建一个什么呢, 800乘以600的一个什么呢图像啊, 800乘600的一个图像, 好, 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地方是像素啊, 像素,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 分辨率是什么呢, 分辨率啊, 分辨率是什么呢, 就是我们的网页上的分辨率都是按照72像素每英寸, 这个分辨率去做的, 为什么要按72像素每英寸呢, 这个像素每英寸的这种分辨率的话怎么样, 我们的做的图像刚好跟我们的屏幕是对上的, 有没有没有, 就是比如说我们屏幕的这个, 比如说啊, 比如说我们屏幕上, 比如说我这个屏幕的屏幕分辨率是什么呢, 是1280乘768吧, 好, 如果说我做一个, 我新建一个1280乘768, 然后是72像素每英寸的一个图像的话, 我做的这个图像怎么样, 刚好是平铺我的什么, 刚好是平铺我的这个屏幕, 明白没有, 它刚好跟屏幕对上, 所以说我们这个什么呢, 我们这个分辨率啊, 大家记得网页上的分辨率的图像都是按72像素每英寸来做的, 按照72像素每英寸, 这是一个经验的数据啊, 然后的话, 如果说你的这个图像怎么样, 要拿去什么印刷或者打印的话, 那么的话一般是什么呢, 把它什么, 设置成什么, 300, 300的话怎么样, 它的像素密度是不是会更小啊, 更加的什么, 更加的什么密吧, 紧密吧, 更加的细腻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但是我们的屏幕上显示的话, 不需要那么细腻的图像啊, 一般是按照72像素每英寸就够了, 72像素每英寸啊, 那么这是一个经验数据啊, 然后的话, 我们图像的模式的话是什么呢, 是RGB模式, RGB什么意思呢, 就是三色光嘛, 我说的是吧, 三色光啊, 那么我们屏幕上看图像的话都是什么, 通过光来看图像嘛, 光啊, 就是三色光啊, 那么就是选择RGB, 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CMYK是什么意思呢, 就是印刷的时候用的, 或者打印的时候用的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它指的是四色, 四种颜色的油墨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四种颜色的油墨啊, CMYK指的是四种颜色的油墨啊, 好, 我们就选择RGB就行了, 然后这个背景色的话, 可以选白色或者选透明都行啊, 选白色的话, 那么就是默认有白色的这个一个小图层啊, 默认的一个背景层是白色的啊, 选透明的话就是一个透明的背景啊, 好, 我们先选白色吧, 先选白色啊, 然后点这个啊, 假设800乘600吧, 好, 这么大一个图像啊, 好, 点确定是吧, 那么这是不是新建的一个图啊, 新建一个图的时候最好把它什么呢, 再存一下吧, 把它存一下啊, 把它存存储为啊, 存储为啊, 存储为的话, 假设说我把它存到我今天的这个里面来啊, 这个是什么呢, 假设说就是, 呃, 假设说001吧, 001点PSD, 是吧, 大家记得这个是要PSD格式, 是吧, PSD格式啊, PSD格式之后那么怎么样呢, 我就可以保存一下吧, 保存一下, 好, 这个时候怎么样, 我是不是建了一个001点PSD的一个图像啊, 这个图像怎么样, 什么都没有, 只有白的是吧, 白的一个背景吧, 好, 那么我如何开始画我的图像呢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如果开始画我的图像啊, 那么这就是下面我们要学的, 是吧, 好, 这是新建图像啊, 新建图像就这个步骤了啊, 新建图像, 好,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啊, 如何来画我们的图像, 是吧, 首先的话,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基本的操作啊, 一些基本操作啊, 好, 先新建这个图像要干嘛呢,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, 等会我们要用它了啊, 好,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操作啊, 其他的的话, 比如说这个移动, 移动选择与图层面板, 移动选择与图层面板, 这个工具啊, 好, 来看一下这个工具啊, 第一个工具啊, 第一个工具是干嘛呢, 就是什么呢, 就是什么, 移动选择工具啊, 移动选择工具, 来看一下啊, 这个移动选择工具, 好, 移动选择工具的话, 它是干嘛呢, 就是选择图层的某些元素, 然后对它进行移动, 啊, 它是这个这个功能啊, 好, 选择工具啊, 选择工具之后,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什么呢, 这个login.psd, 这个图像上面来, 啊, 回到这个图像上面来啊, 假设说我这个时候啊, 看一下啊, 假设我这个时候, 我想选中这个logo, 啊, 选中这个logo, 这个时候怎么选中这个, 那么这个logo的话, 它是一个图层啊,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图层面板呢, 我们上午也说过了吧, 图层面板啊, 那么最, 最什么呢, 最方便的一个选择这个图层的方法是什么呢, 大家记得啊, 首先选择这个工具吧, 然后大家记得这个地方要选图层啊, 这个地方记得要选图层, 这个地方啊, 这个地方不要选图层, 不要选主啊, 要选图层, 选图层完之后, 我就想选中这个, 选中这个logo, 怎么选呢, 按住control键, 点它, 看出键点它, 点它之后, 大家看一下这个当前图层, 是不是跳到logo这个层上面来了, 这个当前这个logo这个地方是不是高亮了, 高亮就表示当前图层选中了, 是吧,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拖动它, 是不是可以拖动它, 是吧, 好, 那么如果说我想拖动这个车子, 拖动不了吧, 我拖动的还是这个logo吧, 是不是这样的, 好, 那么如果说你想选中这个车子, 怎么选呢, 按control键再点一下这个车子, 是不是选中这个车子啊, 好,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移动它, 好, 假如说你想移动它怎么样, 移动不了吧, 还得怎么样, 按control键点它, 是不是这样的, 是不是可以移动它, 移动它, 是这样的, 移动它, 好, 这是这个移动选择工具, 好, 那么的话我们按control键点它, 是不是可以选中图层的, 好, 那么这是一种选中图层的方法, 还有一种选中图层的方法是什么呢, 就是什么, 在这个图层面板里面来选中, 是吧, 比如说我点这个logo, 是不是选中它, 好, 那么刚才比如说那个车子在哪里啊, 车子啊, 那个车子是不是在这个, 这是个汽车啊, 好, 我把这个汽车点一下, 这个是不是变成蓝色的, 看见没有, 这个时候是不是选中了,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, 可以通通这个汽车啊, 是不是这样的, 好, 假如说这个什么呢, 这是有个阴影是不是这样的, 是不是有阴影的图层呢, 点这个阴影是不是它变成高亮的,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, 是不是可以通通这个阴影的, 是吧, 所以说是不是有两种选择图层的方法, 一种是按control键点这个, 比如说这个圈, 这个圆圈, 点它, 那么这个地方, 这个图层是这个公路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选中它, 拖动啊, 或者是直接在里面点吧, 是吧, 直接在里面点也可以选中吧, 这个清楚吧, 这是关于选中图层啊, 选中图层之后我们, 我们这是一种选中图层啊, 选中图层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编辑, 是不是这样, 主要是怎么样呢, 可以移动它, 移动它, 这是一种编辑, 是吧, 好, 再看一下啊, 那么的话, 好, 那么的话, 针对图层的还有一些操作啊, 那么还有什么呢, 还有啊, 这个操作我们会再说啊, 好, 那么接着的话,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啊, 第三操作是什么呢, 就是拖拽啊, 可以拖拽到另外一张图, 完成图层拷贝啊, 拖拽到另外一张图, 完成这个图层的拷贝啊, 什么意思呢, 比如说这个车子, 我想把它放到我刚刚的这个什么, 图像上面来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那如何拖呢, 这个时候不好拖拽啊, 这个时候不好拖的, 我们可以怎么样, 把这个图把它从这个上面拽下来啊, 是不是拽成这样子的啊, 拽成单独的吧, 单独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, 比如说点这个车子啊, 好, 到这个图层里面来啊, 到这个图层里面来点这个车子是吧, 按空车键点它是不是选择了啊, 是不是可以把它拖到我的这个图像上面来啊, 我这图像是不是拖个车子啊, 就是拖拽负贝啊, 拖拽负贝, 看到没有, 那么我这个新的图像怎么样, 除了背景层之外, 是不是有个汽车的图层啊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啊, 这是基本的拖拽的一个复制啊, 好, 好,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我还想要什么呢, 要这个logo是吧, 那么我按空车键点它, 就是选择这个logo啊, 我在拖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什么, 拖过来啊, 这样的啊, 这是拖转复制是吧, 那么相当于是我从其他的图像上面, 拿素材到我的图像上面来的吧, 是吧, 我的图像可以用我自己想要的素材, 拼成我要的图像吧, 是这样的啊, 好, 这是关于这个基本的一些什么, 这个, 这个一些操作啊, 这个操作啊, 好, 那么下面的话, 再来看一下啊, 好, 那么除了这个操作之外啊, 除了这个操作之外的话, 那么还有什么呢, 我还想拿其他的这个东西过来啊, 拿加东过来之后怎么样呢, 我们还可以这么做啊, 那么关于这个移动选择的工具, 那么大概就这么多了啊, 接下来的话, 我们再讲其他的一个工具啊, 什么工具呢, 就是接下来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 下面的工具是什么呢, 就是巨型框工具啊, 巨型框工具啊, 就是什么呢, 就是关于这个下面的这个啊, 就是抠图工具啊, 抠图工具的话, 大家听说吧, 抠图吧, 抠图啊, 抠图的话怎么意思呢, 就是说我从其他的图像上面, 挖一些素材的过来啊, 这个叫抠图啊, 好, 我们现在讲这个啊, 先讲这个的话,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, 如果说我再来打开一张图吧, 假如说我打开另外一张图啊,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什么呢, 打开一个啊, 图像资源里面有个, 比如说这个, 什么, 这个水果, 这个图像吧, 是吧, 或者是其他的啊, 好, 把它打开吧, 打开这个吧, 我们要用的啊, 比如说这样一张图吧, 这样一张图啊, 好, 这样一张图,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 它跑到这里来了, 是吧, 好,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放上去啊, 比如说, 把这个可以放上去啊, 把这个打开的图也可以放上去, 放在上面来啊, 好, 我打开这样一张风景的图, 是吧, 好, 风景图之后,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,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, 这个是一个巨型选择框啊, 它是什么呢, 它可以在上面, 比如说我拉一个巨型选择框, 是不是可以拉出来啊, 好, 拉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太阳框动啊, 好,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, 我想把这个太阳放到我的这个图像里面来, 怎么放呢, 那么很简单, 就是什么, 拷贝和粘贴啊, 就是编辑里面的什么呢, 拷贝和粘贴啊, 好,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, Ctrl加C, 是不是拷贝啊, 好, Ctrl加V, 是不是粘贴啊, 是不是粘进来了, 这个是不是又多了一个素材啊, 是这样的, 好, 这是关于这个巨型框的这个是吧, 好, 巨型框啊, 好, 那么接下来的话,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图像是不是怎么样, 是不是有几个东西了, 是吧, 有汽车, 有这个logo, 还有我刚刚粘进来一张图, 是这样的啊, 好, 那么粘进来一张图之后, 我现在想让这个汽车盖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图像上面, 怎么做呢,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个里面调图绳顺序啊, 好, 比如说我把这个图绳一调到这个下面来, 这个时候怎么样, 好, 它在logo下面, 这是汽车啊, 我再把它涂下来, 是不是拖到汽车的图层的下面呢,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汽车是不是在上面呢, 是吧, 好, 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样, 在这个图绳一上面怎么样, 就是怎么样, 就是命名吧, 把它双击一下啊, 记得把它双击一下, 然后这个名称是不是可以编辑啊,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, 太阳是吧, 是不是可以啊, 这个时候你可以方便你对这个图层进行操作吧, 你知道这个图层是什么, 是太阳的一个图层是吧, 好, 同样的比如说我想什么呢, 移动一下这个logo是吧, 一样的按control键点它, 是不是可以移动这个logo啊, 按control键点它, 是不是可以移动这个什么, 汽车啊, 是吧, 点它, 是不是可以移动这个啊, 好,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什么呢, 大概的一个流程是吧, 这几个工具配合的一个大概的流程啊, 好, 那么大概大家先把这几个, 这几个步骤操作一下, 好吧, 好,